上傳影片 上傳影片要先把影片放在YouTube 用YouTube是因為它的容量空間 目前沒有限制 而且可以也沒有限時間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網路工具 那YouTube是這樣搜尋的 Youtube 到首頁這邊來 要用申請的話 其實你有Gmail就可以了 有Gmail就可以有一個YouTube的空間可以給你用 那如果沒有Gmail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邊先建立帳戶 因為剛才我已經是預設登入了 我們建立帳戶 一樣把你的郵件信箱打上去 使用者名稱 可以包含A到Z的字母跟數字 所以這表示我們一定要用英文的啦 那用英文的話 我看 這是我的電話啦 出現日期 出現日期 男生 這邊就是以後如果你打勾的話 就會有不定期的產品及相關郵件 那這個是有我電子郵件的人可以在YouTube找到我的頻道 這個都就這樣預設就好了 我接受 選擇密碼 一樣啊 是自己設定的密碼 不是你沒有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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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很多 好多喔 傷腦筋耶 不曉得這是寫什麼 好 建立新帳戶 好 驗證不符 先設定好密碼 好多喔 又不對 好 終於完成了 好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一個賬號啦 然後再來上傳 直接點上傳就可以了 好 好 這個 對不起 還需要先確認地址喔 這裡 這裡 Google 驗證 好 這個地方按一下這個連結 它就會導向這裡了 好啦 那這樣子就真的是可以上傳囉 等一下去 跑來這裡了 影片大小 影片大小 可以2G 影片長度不可以超過15分鐘 因為 我是新的 所以 新的人去用的話呢 它會有這樣的限制 另外一個賬號因為它用很久了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限制了 好 那我們先上傳影片 這個是網路攝影機錄製影片 也就是說你如果有一個 Kamela 就是攝影 網路攝影機的話呢 就安裝好 直接就可以在這邊點選 可是 不好看 好 所以我直接用上傳影片 那我的影片都在我的電腦裡面 好 我舉個例說明就好 然後像我最近做的是 教學影片 那我要把我的教學影片呢 放到上面去 有這麼多 那我就用一個 經過的應用 好了 開啟 這邊標題 可以打上你自己的 網址 也可以打上你自己的 布魯格名稱 這個敘述的話你就 依照你想的 那這裡也可以收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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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個廣告 再打個廣告 那公開 這個私人齁 就是如果你選舉這個的話呢 就只能限定特定的一個 YouTube的人 比如說你的朋友啦 那如果說你沒有選 你選公開的話呢 你選公開的話呢 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去看了 一般來講我都用公開啦 那不公開的話齁 就你除非有給他一個連結 連結就這個 你要寄給他 他才看得到 你不寄給他 就看不到 那私人的話呢 是 他大概有25個人 或是你郵件中的人 才可以觀看 因為我郵件中都沒有人 所以 也不用私人啦 這個是 新申請的一個帳號嘛 好 然後 都 傳好了之後呢 再儲存變更 標籤齁 就類似關鍵字的一個意思啦 嗯 可以打估計 或 你 嗯 像語言教學 訓練網 甜蜜商城 都可以打成這個標籤 好 儲存 這邊都寫好了 啊 那 影片的貼法齁 其實在之前我們 有做一個影片教學了 就是不論你在哪個地方 在YouTube這裡 然後把它的 那個 那個 影片點下去 然後有一個遷入 這是別人的影片 帥喔 那 自己弄的呢 直接在這裡 點選就好了 上傳完之後 處理好 你馬上就可以用了 那 馬上可以用的話 怎麼用呢 快速的做一次 直接登入到網站 直接登入 Iris 部落格 發表文章 原始碼 貼上 弄好 上面一個 然後 預覽 這邊有一個 剛剛打的 剛剛打的 上傳影片 跟 把影片貼上 其實還蠻快的 只要你 把 資料都寫好 在那個 敘述都寫好的話 其實都還蠻快的 這邊就可以 直接點選影片了 很方便吧 這麼 很多工具呢 就歡迎大家 可以去慢慢的去試試看 用久了就會囉